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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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總結一下今天的戰局分析 由左邊周講起 由照舊 左邊周 我又設定一個save point 黑魯特 黑魯特這邊依然在僵持 黑魯特沒有被人俘虜 前方他們都是對方操衛的 即是63伏 但是戰線方面現在不只一個了 延伸了幾個戰線 另外中間這邊 有正白旗 雙君 這個是被雙君俘虜了 我們再上去看 雙君這條路都看到在俘虜的63伏 而去到左邊 左邊呢 我們都是在俘虜的63伏 那麼左邊周的優勢確大了 以前我給了 那個分數是64分數 那麼六分是因為上了岸 對方的岸 那麼現在 是有一個進展是推進的 我覺得可以去到73 可以去到73 好 接著回到中間 中間呢 依然對方還未能夠推到下准緣 因為始終現在地形沒有那麼空曠 有少少做到卡位的感覺 對啦 因為有些山丘 有少少可以卡位的感覺 那現在去到 這邊是正南奇 前面都是被人俘虜 而對方的主城也很貼 拍正號 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滿雄 右邊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對啦 一路推進一路搬城 比較兇狠 右邊依然是 其實真的很難守 唯有卡卡位 差面戰 卡卡門神 那樣 中間周一樣是 不是那麼樂觀 但是 又未至於 說一天被人推幾十格 這樣 評分方面 跟左邊周相反 對方就 7 對方7 就是我們3 7開 左右周合起來 其實是屬於 打和的 我覺得 打和 正常呢 就這樣看 推中情況 是中間周比較強 你看 推那個範圍是很遠 而左邊周呢 推那個範圍是很短的 但是 以推中出道來說 我們左邊周 其實真的進步了不少 暫時保持在這個分數 那 最後在右邊周 右邊周 我們今天 達大華華都打了兩場 這個大的戰役 那我們也成功 打到對方的旗艦 而對方 也攻擊了我們的 黑虎旗的旗艦 也被他們打了 其實右邊周真的很五五 我完全可以告訴你 五五 我們有一刻 準備攻城的時候 旗艦 就是派在這個位置 然後對方也衝出來 我們也沒有辦法 要退後一點 所以 攻城方面 如果對方 新成了旗艦 我們攻城很難攻 因為我們攻城 打完守軍 然後我們就要器械上 去打他的內疚 這個時候 他的旗艦是可以 走出來 截我們的兵線 如果他截外兵線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不把旗艦先 即是一定要優先 擊破旗艦 然後才可以攻城 如果不是的話 攻城那個 會非常之艱巨 因為他會截到 我們後方 的器械 好 我們另一邊碼頭 另一邊碼頭 就交給我們盟友 黑虎旗 但是這邊呢 我們 盟友黑虎旗的旗艦 已經被對方打爆了 所以 要攻城的話 也比較困難 可能要等他 我不知道 旗艦要CD多久 以及 多少資源才能出到 但是 以我所知 就是 一個關口 只可以出一個旗艦 所以 就沒有辦法了 而且 對方 另外一個文威 威 威的旗艦都走了過來 支援 到時候看情況吧 我們這邊的州 希望 可以儘量給他們壓力 改變左州 和中州的局勢 偏向我們 暫時 今天是第十天 開季第十天的戰況 那 接下來這幾天 我想都應該是攻一攻關 因為如果 真的成功攻到關的話 如果 局勢會 大幅扭轉 真的大幅扭轉 如果攻到關的話 我們一入侵 他們 受不了的話 中路 對方應該會 找人支援 右州 希望做得到 希望做得到 希望我們的 猛烈進攻 可以 令到 中州的十福門 輕鬆一些 好 以上就是 今天的 第十天 川判尖局 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看我們 十福和六十三福的 世紀大戰 記得 follow我 還有打開 鈴鐺 那 第一時間有 影片和直播的時候 會通知大家 好 多謝大家 先 出傳